方式来自泰国的赛格东 因为这是一种纯泰式的比赛 所以第一局比赛你看节奏是比较慢的 观众朋友们也习惯了 你看这个中泰比赛对抗的话 都已经习惯了 反正第一回合大家都是一种慢热 一种试探性的 从节奏来说泰式比赛相对慢一点 自由国际就相对慢一点 中国很多应该是说打三大比赛的运动员 其实节奏是比较快的 所以我认为就中国运动员 即使是打泰式比赛 也尽量把节奏打得快点 不要适应太快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补身撞扬 严实驻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然 记住微信 57499320 还是不错的 能说这个泰国向经营对话 说他对这个纯泰式的打法 从理论上 你包括的理念上的认识上 还不是非常好的 这个说电量 他打得很硬 有时候这个运动员在场上 是一种放松和自信的表现 对 这种状态常常是挺好的状态 好的好的好的 好 机会就来了 对对 上攻了 这个机会把握非常 我们就说邱建良的拳法出动 这时候赛格东在拼命的挡 这个泰国运动员还挺扛挡的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的 这是武林峰 从泰国的马特末 在青海卫的观众角 进行的一场男子 67公斤级 成态式的抵抗 这是邱建良 从赛格东的第二回合 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 邱建良一个后手的直拳 中了这个赛格东 但是他反应很快 他有意思就对自己 头部进行了防守 我的邱建良打得不错 这个第二场 第二局也表现很出色 在这个时间休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 赛格东的教练团队 告诉这个赛格东 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 要用一些 对 要用一些走法 用一些走法 但是邱建良 是不会给你这种机会的 确实是 这个确实在使用走法 不再观察这个教练意图 泰国先生 而且根据第一局的情况的话 他必须主动进攻 甚至KO 这个邱建良才能够行 就是邱建良还要 发挥他在第一回合 后手拳具有杀伤力的 这个特点 要抓机会 要抓机会 邱建良没有抓住 是不是体力受点影响 现在在等待机会 因为在第一回 和迹象结束的一个后手之间 接他不停 有将近30秒的组合拳 那是很消耗体能的 对 最消耗体能的 他想要KO对手 但是对方对头部的方式非常好 没给他那种机会 但是赛格东的康吉拉 那真强啊 你看 还是要靠全法制胜 对邱建良来说 从全法对抗来说 那个泰国赛格东 明显不如邱建良 他有这种看下 中梢腿 修将很容易的支撑着打进去 特别精准 泰国拳手常常对拳法的防守 也是热烈 修将坚持队 打你的枪手拳和后手 是支撑加起来 好 适当的用正针腿来控制距离 也是好的 不要这种接他 这种接腿是没有效果转 要这种处理 抓反击打拳 对了对了 但是你看赛格东的所有的 他的通过躲闪 邱建良 继续 哇 这个邱建良通这个赛格东的第三回合 已经开始了 这是一场男子67公斤的纯态式比赛 要打三十三分钟 这方面都感谢很舒适 而且体能准备的也很好 我看第三回合的体能不错 由于到第三回合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 开局啊 邱建良就明显要加强攻势 所以 苏建开阔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越是这种硬碰硬越好看 一个呢 就是领先方 具有还有体能 这个烈士方必须主动进攻 知道现在比赛人落后 因为在第一回合比赛里头 邱建良一个重击 非常明显 像第一局的那个组合权 很有可能有时候就直接就开阔掉了 双方互相来打这个赢机 刚才这是无意识 无意识的 无意识登到对方的耽误 像这种爆柴 那就是赛格东最喜欢了 我的戏法性左右都可以 对 所以 我们也听到邱建良的教练 郭世纪喊 不要缠 不要缠缠缠缠缠缠缠 中国运队 特有的直线腿法 上彩腿 它既可以进攻 也可以控制距离 所以 今天打到现在 观众朋友 都看到很清楚 双方的技术 这场比赛看起来其实更像是态势打法对自由摩擬 对 所以走过三个问题也比较明显 刚才有前方圈打得好 现在要跟上去呀 邱建良 对对对 因为对方的头部的防御碰到非常大 要让这种态势打下去的话 这场比赛在对方失去防守能力